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现在已经很晚了 美国东部时间现在已经是凌晨了 刚刚看完奥斯坎的颁奖典礼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话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是有一些话 有一些想法 就是有一些官号感 我不知道很多朋友有没有看现场的颁奖典礼 我是连续很多年多看 当然那个颁奖典礼时间很长 我没办法一直跟多看 而且前面是很多技术性的奖 比如说音乐啊 比如说剪辑啊 比如说改编啊 比如说语言剧啊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奖呢 我基本上是没办法去 证别哪一部电影好哪一部电影差一点 原因是这个涉及到继续活 我不太可能了解 就是以前几年呢 我看得更仔细一点 所以有很多奖项 我还能够很快会知道 或者是相信应该是哪一部电影得讲 今年也就是在过去几年 几个月时间 看的电影相对来讲比较少 而且一边看电影一边工作 所以看的不是那么仔细 不过呢就是 不是圈牛啊 但是是真实的 就是我真的就是把这个 最重要的几部电影讲出来了 一个就是 不是讲出来了 就在他颁奖的那个瞬间 这个主持人把这个几个场景放出来 几个演员放出来 那么我觉得最佳男演员 之前我就知道是这个海边上的这个 这个曼切斯特的男主角 这个 但是这部电影 我是劝心里承受很弱的人 这个 大家不要去这个 不要去看 原因是这个 原因是这个什么呢 太沉重了 而且呢就是 心里受的煎熬实在太大 而且整个的电影过程中间 他莫名其妙这样 由于自己的这个 失误 这个 造成家里巨大的悲剧 后来又是 电影一开始又是他的哥哥的去世 所以 这个电影 看起来很难受 但是其实我更喜欢的另一部电影 的主角 我觉得他更应该得讲 或者说他也应该得讲 但是我觉得他不会选他 就是整体那个电影时代 比较弱 那个电影就是 就是这个 叫什么 慢慢的回归路 就是 讲一个印度的小男孩 失踪的一个故事 跟他的哥哥一起去 结果他就 坐火车 坐得很遥远的地方 也忘记自己的家 叫什么城市 然后 后来被一个澳大利亚家收养 那么整个他流浪的过程 我演的简直是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好 当然那个电影的后半部分 我没办法看下去 后来没看完 虽然那个女主角是非常有名的妮可 演的 但是 我觉得他最近几年演的电影都是很差 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很差 辜负了他自己的才华 和大家对他的期望 后面的那个男孩长大以后 跟那个女朋友的故事 我觉得也是 完全拼错上去的 但是他的前面那部分 那个小男孩 我觉得真是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好 那么女主角呢 也是大家期望比较多的 这个 是这个 这个 那那令就是 音乐之城也翻译成越来越爱你 就是 居梦如痴啊 这个电影整体来讲 这个女主角他内心的这种冲突 是多层次的 不仅仅是有 梦想的方面 又重新引起梦想 然后 当梦想实现以后 回到现实中间 然后又不 不像他的 姨吧 还是他的姑一样那样去真正 完全解决自己的梦想 而是到了现实的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生活 这一次遇到他的这个 这个 当年的情人的时候 他也只能 相识一笑 所以 层次很多 但是呢 这个 他确实应该得奖 当然另外一个 另外几个演员也演得不错 但是呢 就是 我觉得没有这个女孩 就是音乐之城这个女主角演得更加慢力 所以 到了最后面 电影得奖的时候 得这个最佳影片的时候 我就说 啊 是这个 这个 应该是 我这个我刚才吹牛 刚才吹错了 我这个最佳影片 我猜错了 就是 嗯 我说应该是音乐之城 因为他场景比较大 因为场景比较大 比较飞红 一般就是奥斯卡 对这个最佳影片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经常使 那结果没想到 后来是 越过南海 但是这个电影 正好没看过 讲一个同性力的 这个故事 不过这个明镜电视的这个艺术家节目 荣伟先生他主持的这个艺术家节目 已经讲过这个 这个电影 我建议大家看看他的这个节目 他讲节目的时候 没有我那么急躁 他是比较慢跳思理的 但是我听过他的节目 我发现通过他的这个 美国电影的解读啊 比我这样粗糙的去看 或者是不太完全理解的人来讲 是很有 帮助的 那么这个奥斯卡的这个颁奖呢 他整体是反映了这个 他的政治正确 就是 反对其实啊 反对这个 战争啊 反对这个 反对这个 这个单边主义啊 等等等等 就是这种价值观非常明显 所以一开始上来 就嘲笑这个川普 甚至 拿这个霉仪的衣服都开玩笑 说这个 说这个 说他的衣服 是不是川普的女儿 谁继的 生产的 而且说 大家给他一个不应该的 这个鼓掌 实际上是嘲笑川普 因为川普嘲笑了这个霉仪嘛 就是说 这个大家非常鼓掌 在节目中间还 还用这个 这个 特特尔来嘲笑 这个 川普 这个在 好利物是传统 好利物好像就是个民主党的 好利物一样的 共和党的时期 这个小布什的时候也是嘲讽 因为那个时候是战争嘛 那么好利物的传统 是反对战争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 也是嘲笑这个 这个 小布什 那现在是嘲笑川普 但是这种 而且呢 这一次给的在加拿配角 在加拿配角是给的 这个 摩斯林的一员 摩斯林的一员 那是这个 好利物这个 奥斯卡奖 历史上第一次 给这个 穆斯林的这个 这个演员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 对川普现行政策的一种 一种 一种挑战嘛 但是 相信最常的人和观众 每个人都会感觉到 不会感觉到担忧 尽管现在川普现在 来是很兴猛 使很多移民的人感觉到很担忧 是有些妇女团体的人 妇女也很担忧 使很多人权人士也很担忧 很多人很担心 美国会走向一个 威权政治的时代 但是我们似乎从 这个奥斯卡显成 没有感觉到这种压抑 没有感觉到这种担忧 因为美国的 基本上的政治的 三权分离的基石 这种文化的基石 不会川普那么简单的 能够撤毁的 而且川普如果继续大胆的 突破 美国现在的司法上的底线 继续挑战现在的政治政治下的话 川普能不能做完这个任期 我相信是越来越值得讨论了 所以我觉得川普按照我的理解 川普会有所节制 如果他无可节制的话 我觉得在美国现在的这种 政治和法律 和三权分离的情况之下 尤其是如果其中选举 那么共和党输得比较严重的话 那对川普马上就面临到 现实的政治的压力 因为现在国会有共和党 控制比较多 但是如果整个社会通过 国会的集中选举 来调节压力的话 川普的现实压力 就不是那么严重 因为现在国会有共和党 控制的话 要稍微轻松一点 那么在这个奖上 好像成龙也是得了 谢可成也是得了 真身成就奖 那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 会觉得很高兴 有一个中国人得到真身成就奖 但是也有不少中国人 是很不高兴的 因为谢可成这个人 成龙这个人 就是他在美国得到了很好的成就 这个人呢 私下里面一些演员 对他的评价也很不错 也有一些艺术家 对他的评价也很不错 几个年前 两个月三个月以前 我跟一个美国的电影 或者是大拿人物 用中国话来说 是他把成龙推上这个舞台的一个洋人 其实他也是个移民 从外面来的 当然不是中国人 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 就 聊到几句成龙 我都不好意思去跟他讲 成龙在一部分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形象是怎么回事 在那种很私人的场合 当然不合适讲 因为就是 就是一个两个四个人吃饭 五个人吃饭 所以是一个非常小的场合 所以我不好意思去讲成龙 就是讲他 他是成龙的特首 很厉害 很了不起等等 一般就是在现实生活中间 不是像社交媒体上 没有那么 讲话那么直接 那么不顾及后果 在现实中间还是 面对面的时候还是有很基本上的礼貌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成龙这个人 他在政治上的 认知和 好瑞乌所传扬的精神 恰恰是背道而驰 他是有很强的 这种 狭隘的民族主义特征 其实他对很多的角色 其实都是没有真正的内心的世界 或者是灵魂的 尤其是他也在那些 什么功夫片 但是他对中国 对于美国的华人角色来讲 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很多华人就觉得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 这是一个中国的 一种活力的代表 一手当年那种 中国人在好瑞乌店里 比较畏缩的这种形象 成龙的形象是 就是比较机智 比较勇敢 而且就是 有一身功夫 而且整个动作表现得比较 幽默 比如说他打一圈出去 然后手还动一下 很幽默 他在表演艺术方面 成龙是有他成龙本身的 这么一个特征 不过他得讲 是他个人的事情 我觉得也没必要 凑合出华人增光 我就觉得 有一些华人在国际社会 得到的荣誉 他往往其实是他个人的荣誉 与中国没什么关系 与美国可能还有点关系 对吧 但是最近他做出了他的 选择 比如说像是杨振宁 他往往是美国的教育 美国的体制 使他得了肉贝奖 最后面放弃美国国际 但是这个无所谓的事情 美国肉贝奖 实质太多了 而且他可能早就丧失了 研究能力 即使没有丧失研究能力 现在放弃美国国际 成为中国国际 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本来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那是他个人的选择 最后面到了晚年 他愿意去选择支持一个专制政权 或者为专制政权背书 我们当然为他感觉到羞耻 但是他也是他的 这个权力 无所谓 所以就是匆匆忙忙 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的心得 那么 这一次的最佳影片 好几部我还没有完 不是好几部 好像只有一部 正好就是最佳影片这部 没有看 几部电影都看了 有的看了开头 或者看了一半 比如说还有一部电影 就是讲一种 渔情就是讲 外景侵略地球 看了一部分 还有一部电影 这一次好像 三个演员在上面有讲话 有颁奖 但是好像这个电影 我不知道得了什么奖 我没有注意 就是讲这个 种族骑士的 这个 太空人 就是翻译成叫什么 隐形人 中国翻译成隐形人物 然后台湾翻译成 关键少数 香港翻译成 无名英雄 当然我觉得台湾翻译得比较 准确一点 中国大陆是直译 那么这部电影是 反映三个有色人种的女性 在当年的太空室工作的故事 沉默到爱国的情华 因为当时有 苏联很大的压力 苏联的嘉嘉宁不是飞上太空了吗 而这三个女性 恰恰在这过程中表现了她们 非常杰缺的能力 一个是计算员 一个是成为 第一个女性的 工作室 有色人种的女性工作室 一个成为了 有色人种的第一个主管 当然这个最重要的是 一个人 她在里面就扮演了一个计算员的角色 在最危险的时候 由于她的精确的计算 使太空室成功地回到了地球 这个电影演得不错 或者是有很多场景也不错 但整体来讲还是 太浪漫了一点 或者是把种族的冲突 描述得 有点浪漫化 我觉得有点浪漫化 如果这三个人不是那么优秀 他们可能的境遇就不是这样 美国是一个不断地追求进步的社会 但是这个社会 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全世界 可能都不同程度存在 但是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呢 变得非常的敏感 之所以非常的敏感 是因为大家都希望了这些问题来解决 但是在现实中间 它总是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好处就是大家 正视它 面对它 而没有回避它 所以 我记得就是 有人批评中国人权的时候 中国政府跳起来 说这是国外势力对中国的干涉 而有人批评美国人权的时候 美国的官方 代表美国的官方发言 就是说 是的 美国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 确实 这个 应该去面对它 应该去改变它 这也就是我和很多朋友 愿意生活在美国的语言 美国不是天堂 但是是它的 这个 它的能够面对现实问题的勇气 和敢于把它公开化 或者去把过去修持的历史 勇敢地记录下来 通过电影很多种方式 包括用电影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电影嘛 而且其中一个 真实的女主角 真实的女主角在 太空水的一个 有色女种的电影描述的 这个女主角在这一次的 颁奖典里面还出现了 所以 那个老太太出来只讲了 一个字就是谢谢 我相信它已经 很老了 但是 种族的问题在美国是真实的 但是解决种族问题的 这段努力 在美国也是很真实的 至少是大家正在面对它 没有回避它 谢谢大家 这段努力